前几天我们看到一个公告 关于这个冷冻食品 包括进口的 不再检查核酸了 因为他们公布出最新的研究表明 这个病毒只能在冰冻的食品 物品传送的过程中存活不到一天 之前说三文鱼带病毒这个问题 再也没有人提了 大家认为好像这个政府还在做点事 做人事的 怎么做的是被逼的 还是怎么回事咱们不知道 咱就是听到了这些消息 感觉到有点苦涩 就是政府宣传的伪科学 折腾了咱们好几年 那么紧接着我们又看到了关于这个 这个叫什么 中储粮 开始设一个质检中心 然后你要检查 粮油食品及添加剂的检测 防止有毒的东西混进去 貌似他们现在做点事了 其实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中国关于这个农产品 农药残留的检测 从国外进口的时候呢 是进口了两条线 一条线摆在北京 一条线摆在内蒙古的尺封 为什么呢 尺封其实除了外面以外 没有太多的工业 很多杂粮 内蒙种植是因为 它没有工艺 所以它没有污染 即便后来 内蒙的GDP每年 都是两位数的增长 领跑全国 但它毕竟盘子太小 在它那投资呢 不太划算 所以没有多少企业真的过去 这就造成了一个天然的生态环境 种杂粮 特工到北京 素菜 特工到北京 就变得很正常 而且内蒙的官员有一个 比较损朴的这个想法 他们认为老婆孩子应该放在北京 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工作 礼拜五晚上就往回溜了 周六周日在北京跑关系 不是要跑步前进 而是要为今后生前 垫个底 是吧 很励志的一个模板 就是刘云三 启丰市的市委书记 后来当了中央党校的副校长 能混到常委 靠什么呢 脱门送礼 站队正不正确 放在一边 拎个猪头找不到庙门 那日子就没法过了 所以住到北京呢 送礼啊 干什么 不险山不露水 也比较方便 他们争取来的这套检测 农药残留的装置 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的给党中央提供无公害的食品 而且你看经过检测的让大家放心 不用担心 他们偷工来的东西有任何问题 那么现在你看这个中处粮开始搞治检中心了 为什么呢 为老百姓吗 中国有十几亿人 到底十几亿不知道 是吧 别说我不知道 估计习胖也不知道 但最起码有一点 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来检测全国人民的食品 那他这个检测 是今天才开始的吗 那之前中南海吃的东西就不要检测了吗 其实不是 这是一个初晒 他先大面上过一下 然后需要特工的东西呢 他们还会再重演把关 所以你每次看到这些 听起来好像为人民服务的项目 属于德政的东西 事实上不全是 至少他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根本就不是为了你去干这事的 很多人从小到大 在共军的宣传中 认为这个 政府的公务人员都是公仆 是吧 为人民服务的 其实那些东西只存在于画画书里面 你千万不能拿着当真 我知道有太多的人 总是在希望 中央政府能够维持下去 做一点人事 别搞得鸡巴乱叫 最后呢 中国共产党倒台了 然后中国人民陷入 这个困顿 痛苦 动荡之中 但你一定要知道 这不是你能解决的 他整个这个体制 自然玩不下去 因为过分 过分的膨胀了 他们现在最大面临的问题是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下一步怎么走 他们每一次出台一些政策 你看起来好像比较正常 其实背后 都是为了自己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还有很多利益上的分配 往往一件好事最后 都会搞出丑闻来 即便是仅仅为少数人服务的东西 也会闹得鸡飞狗跳 这是由于 整个共产主义制度 在中国的实验 实际上连中共自己的官员 都认为 他已经失败了 可以说 习胖上台的时候 他提出来的很多观点 大家只是笑一笑 没有拿他当真 是因为大家都认为 这事不能当真 不能想当然 他还是太年轻 太幼稚了 而且他光感四令一个 也没有自己的兵 但没有人想到 通过十年的时间 他稳稳当当的 不显三不露碎 直到今天 他还能七一八晃的 在全国各地视察 你盯着新疆 我就专程去给新疆 他心里是不服输的 他认为 他管理这个国家 管理得很好 他还甚至想 向整个世界 推荐 他的管理模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想 他做的这些政策 他下面的这些官员 推行的这些东西 你认为 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很多时候 我们非常 天真的认为 这个世界 是在往前走的 中国应该能够跟上 现代化的脚步 除了这个经济上 政治上 也应该能跟上 但是很遗憾 从七十年代 一直互换到今天 中国在政治上 并没有往前走 而且事实上 在往后推 他们现在非常谨慎的 在捍卫自己的权利 包括食品的安全 他们每次高呼 要注意食品安全 把人民健康 当作头等大势的时候 你不要 代入感那么强 因为正常情况下 他要捍卫的是 他们自己的利益 就如同 新经济政策 推行的过程中 列宁在给 巴尔什维克的 高级领导人 补充营养一样 特权这个东西呢 你一旦用惯了 就对它 产生依赖了 就跟吸毒一样 这一百多年以来 我听说过 两个人戒毒成功了 一个火源甲 一个脏去了 说是一般呢 倒下去的人太多了 权力 能够让人沉醉在期间 根本就分不出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他们总是认为 他们执行的政策 是为民众好的 但事实上 他们的能力很有限 他们建这些 检测中心 建这些 他们认为 德政的项目 归根到底 能够服务的人很少 就像他们经常 打手一挥 是吧 不惜一切代价 抢救 谁谁谁 不能让党和国家 党和人民 遭受损失一样 所以你看到 中国高级干部的 这个抢救 插管 维持植物人的 这种生态 他们的平均年龄 早就超过了 普通的老百姓 由此你就能说 中国的这个 医疗事业 就有长足的进步了 是吗 别说中国 全世界因为疫情 平均的生命 都减少了一岁 中国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们每次 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都会感觉到 非常苦涩 因为大家都在 捎带手的 感觉到一丝 欣慰的时候 其实他们根本 就不知道 这些事 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看这些小编 拿出来的这些话题 你非要把它去当真 你认为它是为了你 说你想多了吧 你听到了心里 可能不舒服 但不说吧 你还真认为 共产党还能想到你 其实你 用常识来判断一下 一个国家 十几亿人 食品安全监督 如果要完全监测 就靠这个东西 能有用吗 制度性的东西 出台一些 严格对照执行 不就了了吗 法不是用来参照的 是用来对照执行的 农产品打完农药以后 多少天之内 不能上市 中国照抄了 西方国家的管理模式 但是你听说过 哪个城市 真的掐着点的 去用了吗 所以我一直在想 如果说 我们都能有一个 平常性 用正常的逻辑 来判断 我们看到的新闻 可能就不至于 为这些 完全是属于 抢眼球的 一条新闻 而感觉到振奋 因为这是一个 不正常的社会 在一个 不正常的社会中 出台这些政策 几乎 跟你是没有关系 谢谢大家 再见